Hishin Hishin Let's Unbox! 我是刀鋒 今天就有一件很值得令人高興的事情 就是這個平成無面超人二十週年紀念電影 《條Trader》出了 Yeah! 為了和大家一起目睹這件這麼開心的事情 都忍了全天 電話又不敢看 有些網站又不敢看 朋友的WhatsApp、Line全部都不看 免得劇透 所以現在這一刻我是剛剛第一次看的 究竟今年二十週年紀念 會有些什麼會玩呢 有些什麼成員會回來呢 好期待,因為真的不知道 我不是演戲的 事不宜遲,馬上拍片 先戴上衣室 OK Let's go Rock and roll W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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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那時候我身邊的仮面操員都在那裡 他們全部是舊件來的 他們全部是舊件來的,以為玩耳人 我們在這裡 新戰党一定回來了 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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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 変身! 噢! 噢! 《衛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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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坑人買前賣卷 喂! 爹 這次前賣卷原來送那個 Tazatoru的標 那怎麼買呢? 我今年過不了它看的 沒理由真的為了買一塊東西 又買一張票 嘩! 又昆水 喂! 今年厲害喔! 他玩真實世界 我看到《衛星戰党》 他去了小孩的家 放了玩具 就是以為《衛星戰党》 又穿越了 時中去了 現實世界 咦? 那其實就像《佳雅》 和《蒂娜》的劇場版 那時候又說《奧夢》去了《真實世界》 其實《超人》是那些特色片集 咦? 不過挺有趣的 其實這套招牌 都十幾年沒有玩過 而且呢 很令人在意 就是剛剛說過 他拍攝Cougar的古墓 究竟會不會就是 真是之前傳聞所說 真是 小田切讓有機會回來呢? 不然沒理由會 弄回那個棺材和古墓 咦? 如果是都蠻驚人的 即是繼上年這個 福士蒼泰之後呢 如果今年有小田切讓回來呢 都蠻可怕的 那暫時呢 這條片呢 就... 都有點失望 因為其實我都很等著 究竟有什麼舊人會出來 那暫時都是 只有《同身戰党》 都沒有說其他 有什麼舊人回來 那當然東映會 一步一步會釋放一些 資料出來 但是我覺得今年的大招 故事呢 都OK的 都有一些新的 已經令人期待的 那如果再有新一部的消息 有新片的話呢 我們又再和大家一起來 同時間目睹這條新的Trader 那如果記得喜歡今集的話呢 記得按LIKE和SHARE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